阿尔瓦拉多评分适用于诊断蓝尾炎的临床评分系统 他由Alfredo Everaldo博士于1986年推出 适用于孕妇 但也在非孕妇中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阿尔瓦拉多评分的目的是帮助临床医生确定患者是否患有蓝尾炎 此评分是根据6个临床项目 3个正向和3个症状和2个实验市值 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加全分数 阿尔瓦拉多评分和蓝尾炎发炎反应评分 都是用于诊断蓝尾炎的临床评分系统 Alfredo Everaldo评分由Alfredo Alfredo博士于1986年制定 而蓝尾炎发炎反应评分由David Day Brenner博士及其同事于2010年推出 阿尔瓦拉多评分是一种用于诊断孕妇蓝尾炎的临床评分系统 Alfredo评分中使用的6个临床项目和2个实验市值如下 1.腹部压痛 护腹 3.反跳痛 4.其周压痛 5.右下腹 RLQ压痛 6.发烧 Alfredo评分中使用的两个实验市值如下 1.白血球技术 WBCR瓦拉多评分 适用于诊断蓝尾炎的临床评分系统 作为临床预测工具 阿尔瓦拉多评分已在很大程度上 被蓝尾炎发炎反应评分所取代 此量表也称为助记Mantros 有6个临床项目 3个争相和3个症状和2个实验市值 每个值都有一个加全分数 最多可获得10分 这是由博士介绍的 改良的阿尔瓦拉多评分 适用于诊断蓝尾炎的临床评分系统 作为临床预测工具 阿尔瓦拉多评分已在很大程度上 被蓝尾炎发炎反应评分所取代 此量表也称为助记Mantros 有6个临床项目 3个争相和3个症状和2个实验市值 每个值都有一个加全分数 最多可获得10分 这是由博士介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